高速公路北上岡山路段 国光客运大货车两辆追撞 瘫痪活道 大货车车头严重变形 驾驶受困车内脚背夹住 痛到不行 消防队使用破坏器材 大货车驾驶总算脱困送医治疗 另外两辆轿车板筋撞凹 国光客运则是右侧车头和车身撞凹 车上14名乘客都没有受伤 但受到惊吓 原来前方发生交通事故 后方车辆紧急刹车 但大货车疑似变换车道不当 先擦撞轿车再撞国光客运 国光客运再往前撞到轿车 客运车身严重刮伤 挡风玻璃碎裂横打在国道上 突然间前面速度放很慢 其实说是在这种重车 我根本就杀不住 当时外面有化学车 我不可能往外冲出去 四车追撞幸好只有一人轻伤 但车祸占据三线车道 北上超通瘫痪中断大塞车 车槽绵延五六公里 一小时后交通总算恢复顺畅 记者吴国珍ACU小组高雄导